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数据就已经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FED在过去一年的货币政策 在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 已经对实质的市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收缩资金的效果 虽然大家在之前大家讨论说 这个就业 美国的就业好像还是很热络 FED比较担心这个东西 但是CPI数字降了这个速度来看的话 我想今天的行情应该是不错的 从昨天美国股市来看也不是说涨风了 它是全面上涨的并不到涨风的一个阶段 那昨天美股里面我想昨天比较值得留意的标的就是 半导体类的设备类股 昨天几乎全面上涨 那半导体我想我们在这里谈到 半导体这次的最大的任务就是AI 还有AI后续的一些电子产品的最上游 我们这边关注说 大家知道疫情期间 这个笔电卖得特别好 那手机也不差 但是疫情或后 好像这个通通需求不见 不过手机部分在Android系统 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对岸大陆那边大概景气 没有像美国的这么明显的在往上走 所以在那边消费来讲的话 可能换季的部分 可能没有像过去这么的热络 所以我想在昨天这个CPI出来之后 是给市场一个信心就是说 升息循环有机会要停下来了 那FED暗示已经在末期了 但是升息在一个尾声 那尾声之后什么时候停 还不知道 因为还没有看到2这个数字 所以在这里我昨天也跟他谈到过 我说现在的CPI数据出来之后 就算是往上跳也不会跳得太离谱 所以那既然昨天已经回档这么多了 其实离FED的目标两个百分点越来越近 那也就是说现阶段各位应该思考说 股票市场当哪一天FED说 我们升息循环告一个段落了 告一个段落代表未来有可能变 从升息变为降息的时候 那股票市场会如何反应 各位要先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升息到一个 一个临界点之后 当它停止升息 然后停止升息 如果说发现景气 这个CPI继续往下掉 假设掉到2以下 会不会FED好像有点低 我们是应该降息来刺激一下景气 如果这个方向的改变 如果是没有这个 是可能的话 应该讲是可能的话 那请问各位投资朋友 股票会怎么走 那我相信应该是很热闹 会比现在大家看的热闹 不过如果在那个讯息出来的时候 已经累积相当相当的涨幅的话 它就会反过来变成利多出镜 所以在市场上操作股票里面 你一定要有一些 大的一个原则概念要很清楚 要很清楚说 现阶段的股票市场在涨什么 在涨的内涵是什么 那搭配上利率政策之类的 这个效果之下 两个互相影响到什么程度 那身为投资人 该怎么去看待这个环境 找到自己可以赚钱的方法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市场 昨天既然美股 我们来看一下 点一下 好 既然美股已经 这个CPI已经公布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美国市场 昨天 Dao Jones 他有挑战前波高点 但是没有创新高价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三天前各位记不记得 当在这里很多人或是技术别人说 这个是AE 好像看起来是个小麦当劳 在当时这个地方 这还没有出现 这三天上涨之前 很多人以为这是小麦当劳 我跟大家讲过 你看股票 看技术分析 你要先看大格局 格局看懂了 你才去小处去检查 短线上你该如何应对 我记得有三天前跟他谈到过 那个不是所谓的麦当劳 他是一个高档强势整理 所以今天配合CPI出来之后 那道琼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拉出 一样的红线去做突破 反而是留个上瘾线 代表什么 市场在这里还是有一点谨慎 也就是说 还不到让他疯狂去追价那个程度 但这个是跟银行股有关 银行权重比较大 我们看下一个美国电子股 这个部分 那美国的电子股部分呢 各位的明显看到 昨天也是一个类似十字线 它也不是一根长红线 那昨天呢 是开高 震荡一下收在开盘架附近 所以这个实体黑线比较小 是小红线 那昨天小红线呢 是突破了过去这个第一个空头反击的黑K棒 以及这里横盘整理的区块的任何的最高点 因为昨天最低点就点到最高点 附近直接收回去 代表昨天这个突破 在一定程度上 它有企图去持续往上走高的一个意图 但因为可能累积短线涨幅也蛮大的 所以昨天美国市场是在开高之后 在新高点上做整理 那这整理我认为一个程度上是好事 因为如果昨天利多出来了 你想卖就让你卖吧 那你想买的 它没那么积极 但是就让你卖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应该是开高震荡走低 收得蛮低的 它是开高震荡收在开盘价附近 那因为开盘价我们看到 再看一次 它是开在所有高点之上 波段新高点 所以这种线图 就基本解释来讲的话 它代表说 过去这段期间高档的整理形态 似乎想借由昨天的CPI的公告 来做一个结束 结束整理形态 准备什么 挑战 卖开另外一段的一个 多头的Rally的一个涨势 昨天美国的美国科技股 有这个意义在里面 里面的股票里面涨比较多的是META META这次为在四大云端厂商里面 云端AI服务商里面 它走势最强 为什么最强 大家如果稍微Google一下讯息就知道 或者应该不是Google一下 问一下AI ChatGDP 问一下 现在什么最夯 原来是 有人打败ChatGDP 收集一人次 这个注册记录 有新的盟主出现了 在这个今年这个过年的时候 大家哇 ChatGDP问世 哇 上亿人次 立刻这个注册 这个创下了过去的所有平台的记录 但最近呢 各位脸书META 这个祖克博 这个CEO 他就推出了一个新的平台 社群平台 是属于互动式的IG 叫做Threat Threat Threat 应该Threat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引起这个市场的一个骚动 好像三天就完成一亿人次的注册 远远又打败了过去的这个ChatGDP 所以最近META股价很强 昨天也继续再创新高 同个时间我们也看到 半导体类股上涨过程里面 我们也看到 好久没有再创新高的NVIDIA 昨天收盘价创新高了 昨天也 这个看起来涨2点多个百分点 不怎么起眼 但是他创新高了 昨天是上市高点之后 横盘高量整理 开始创新高 那同时我们常能谈到的这个 SMCI 这个美超维加公司 在昨天也一样 没有悬念 一样同步再创下挂牌新高价 所以从这个行情来看的话 AI它仍然是市场主流 因为它的股价 不管是最上游目前缺货的晶片 还是下游要组装的AI的伺服器 这个部分 它都股价不断的在挑战 它的挂牌历史的高点 这个告诉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是个当下的当红炸子机 就好像两年前 疫情期间 你看到这个长荣阳明旺海一样 涨到你不可想象的价格 过去如果你在有操作过早年 二三十年都一样 有没有看过长荣阳明 标到两百多块的 OK 那就是说 这个行情就是从一个时代 进入它的一个环境之后 可能产生了一个技术革命 或者我们讲做叫 这次AI这个部分叫做 第四次的算是工业革命 那革命上来之后 代表它是未来会 彻底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 所以才叫做工业革命 从第一次的这个蒸汽机发明 开始到现在为止 所以既然它是改变 人类生活的一种眼镜 那代表它就不会是 短短时间就结束了 所以在股价上也明显地看到说 虽然涨很多 没有错 尤其是美超一家公司 短短三个月 涨幅超过一倍半以上 将近两倍 那如果再累积更长一点的话 我想是超过的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也会带动台北股市相关的股票 所以最近这两天各位看到了 我们这个也是对应美超围的 我们台湾的伺服器的组装公司 包括 伟创 伟影 广达 音业达 等等 这些股票 过去大家印象当中的大牛股 现在都变成标股 三不五时动不动就创新高 动不动就创新高 这个就告诉你 它就是主流股 它就是这个时代红利上的宠儿 红蚂蚁 所以这个行情操作过程里面 至于你问我说它涨到什么程度 各位不要先想那么多 你现在就想说高点到了没有 会不会涨很多 这个问题的话 你有可能会错过资金的party 所谓资金party 我们刚回到一开始 CPI既然降到3.0 可能搞不好 或许两个月之后 你会看到剩2 甚至跌破2 如果这个出现之后 FED停止升息 那代表市场资金不会再被收回去了 那如果继续往下掉 那如果FED回头去稍微 就好像火坏洗 我们叫生 这个你以前童子军有玩过 就是生火 拿这个火炭去露营 现在大家露营都用那个瓦斯罐 一点就着了 但是以前我年纪轻的时候 大概我们去露营都是用木炭 有一个小小一个 好像煤油的一点一下 慢慢烧 你不努力把火吹起来 先把火种炭 你根本点不着 所以当景气也是一样 景气当从大火一直降一直降 焦水焦水焦水 然后再又打打打打 火慢慢慢慢熄 熄到但是又不愿意让火整个熄掉 因为熄掉 那叫做景气就衰退了 所以从大火变成小火 小火再变成温火 那温火它就维持就好 你不要熄掉不能熄掉 对FED来讲景气对它而言是这个意义 就是说通膨你要适度景气才会持续往上走高 然后对大家生活都有帮助 但你不能让通膨变成一个复数变通缩 那通缩其实也很麻烦 比通膨还麻烦 所以FED的角度来讲 它会在通膨达到它的目标 甚至继续往下掉的时候 千万不要洗不要洗 所以它会去再刺激一下政策 不管你是用收缩资金 除了升降息之外 还有一些强力货币的部分 所以这一点你各位去思考一下 原来股票市场走到今天为止 是不是就如同我过去常常跟他谈到的节目 一开始他提到 如果你常有看我节目的话 我当时在今年年初第一天 我就跟他讲 今年行情就是一个V型反转 从1万8跌到1万2 18619跌到12629 5900点跌完十个月之后 从内科开始去年的10月25号 到今年的兔年 然后是一路涨回去年老虎年的高点 不排除应该说我认为几率蛮高的 去突破所谓的历史天价 那能够突破的关键在于 因为这次的主角叫做半导体 半导体是台北股市里面 权重最大的一个族群 除了过去的大家所熟知的金融股以外 那金融股其实就要 如果很久没有人谈金融股 金融股其实历经这个 疫情这个保单 还有一些股价叠价损失 还有这汇兑损失的过程里面 走到今天我相信他们也不会 应该说最坏的已经过去了 最坏的过去了 所以也不会变成这个 简像脱油瓶 所以他也会慢慢往上 他也会把指数带动 那再加上领头的叫做半导体 所以这次7月 下个礼拜7月20号台积电法说会 在我来看 应该会比上次法说会的消息更正面 那如果更正面 那台积电是不是可以投资 各位就列入你的参考 因为在这过程里面 我想整个格局 你把它架出来之后 就好像盖房子 先把股价 这个钢筋先立好 这个四大柱子先立出来 地基打好之后 房子怎么盖 那就是哪些类股如何轮动的问题 你就知道原来现在可以做什么 那这两天因为 6月份的营收刚刚公告 所以不错的有在涨 那不好的有压回 但是不好的营收的部分 你要去看 那个是短期的不好 还是一个衰退型的不好 不过我们从这个目前景气的角度去看 我相信 营收就算不太好的 除非它的产业面是本身就有问题的 如果不是的话 我认为营收不好 那只是短线的拉回 反而造就各位的机会 所以今天早上 在就像我们昨天在这里跟他谈的一样 我们在昨天下午的YouTube频道提到 昨天的行情是小涨 从前天大涨246点 到昨天小涨之后 那我的看法就是短底出城买进 那你如果说压回你不敢买 这个已经确定一个短底出城了 那我说今天晚上 这是我昨天下午讲的 今晚的CPI将被妥进场的机会 什么叫被妥进场的机会 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讲说 不管昨天晚上CPI是好与坏 如果是坏 让股市下来也是买点 如果像昨天这样是好消息 它也是买点 所以今天各位要怎么注意到大盘 是不是可以放胆追价 那这份如果说想了解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LINE的部分 加入我们的好友 小老鼠007RISCH 或QR Code直接扫码 那我跟大家透露一下 今天早上的模拟稿我还没发 所以你现在加入之后 待会可能就会收到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所以我想从昨天美国CPI降到3来讲的话 我想对市场是一个 对股票市场来讲是一个利多 不折不扣利多 代表说资金不会再被央行收回去了 那以现在资金能够推动股市到什么位置 那再来 未来就是预期之后 这个资金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进场的动作 所以我想最近呢 各位看到上礼拜外资 在端午节前后 卖了很多股票出来 昨天三大法人 其实各位发现到 昨天他们是 基本上是观望的 前天外资大买190亿 那之前他有 这个有大卖一天387亿 那前天他只买超 190亿 加权指数当天就涨246点 他只买回190亿 就涨200多点 各位记不记得上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OK来 那各位看这里 那这个地方外资 在这一天 台北股市大跌250点以上的时候 他当天是卖超387亿 但这一天的大涨 240几点呢 他只买超190亿 然后就几乎回到 来那天长黑线的一半 的位置 那昨天继续往上推高 然后想推高 我想是拉尾盘 台积电拉上去的 然后各位如果有特别留意到的话 那昨天在推高过程当中 成交是温温的放大 那这个推高动作 就是在等晚上的CPI 但没想到CPI 降这么快 所以我想今天应该会引发一些 多头观望的买盘进场也好 或空单糟糕 好消息怎么办 会不会被嘎 空单回补买盘 那尤其最近有很多公司 各位注意到 办理现金增资 除权的 我发现到还不少价 包括那一档高价股 在办现金增资 400块那一档 那你办现金增资 在这个阶段里面 不管它的这个 我们先不谈背后的是什么原因 办现金增的 有些是为了还债 有些为了机器设备 等等 我们先不谈这个东西 办现金增资 它的重点就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大股东在办现金增资 除权的时候 他就是强迫你看空的空单 你就是得补掉 时间到就得补 照交易制度来 不管你对我的公司 如何评价的偏向负面 你就是要补掉 补掉之后后面有一个 这个缴款期 那在缴款期的期间 它的现增价格跟现场的市价 如果有一个距离的时候 投资人或者员工 大股东们才会去认购 积极的把钱 拿到公司的口袋里去 所以这种时候通常是 在配合大拖头行情过程里面 这个股价 往往是会有相当程度的价差可图 所以这个现增 办现增 现金增值的股票 我认为已经在近期 各位特别留意的标的 除了刚才那样 400块的标的之外 最近有一档18块的也是一样 刚除完期现金增 他准备要做缴款动作 他昨天股价还蛮亮丽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很多东西 这个市场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明年的 我所讲过的 2024年1月份的总统大选之前 不管政策利多也好 还是国际的金融环境也好 还是美国股市的环境也好 还是目前产业面 的一个环境也好 怎么看 都是一片光明 在下半年 这个半年过程当中 如果说过去年 你曾经因为投资股票 陪你大笔 到现在还提不起 你的信心的时候 我在这里鼓励各位 要好好把握机会 当然你说现在指数很高了 会不会要逃在 上市我买在18000 现在会不会买在17000 又是高点呢 我想只要你找对产业 你先不要去管指数 因为指数已经告诉你 一件事情了 美国的通膨已经快要 到达它的目标了 如果到了之后 我想对市场来讲 基本上是一个好事 是正面的 至于你的担心的高档部分 与其担心这个 不如去担心说 我可不可以找到 具有成长性的产业 如AI的 或者说产业面在过去不好 但是最近开始看到 复苏迹象的 它也会变成一个 波段的低点的买点 这个东西 你只要把这个找出来了 我相信应该对各位 在未来半年的行情里面 你的财富有所增加 那么如果说想拿到 今天早上盘前模拟稿的话 你可以打开LINE 输入小老鼠007RSH 我们下午 YouTube频道财富密码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中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